当地时间8月4号下午6时许 位于黎巴嫩首都的贝鲁特港口发生剧烈爆炸 目前已经导致超100人死亡 约4000人受伤 黎巴嫩华侨蔡腊梅已屡居贝鲁特16年 她的丈夫是贝鲁特港口的一名员工 他们的家在距离贝鲁特港口100公里远的地方 日前她在受访时透露 事发当天 丈夫应提早下班归家而幸免于难 她是一直在港口做工程师方面的一些工作 蔡拉梅说 灾难发生后 自己第一时间从各种渠道探听当地华人朋友的消息 蔡拉梅透露 爆炸发生次日 不少当地居民一早前往商超采购食品 据悉 贝鲁特港口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 地处亚洲 非洲和欧洲之间 是黎巴嫩的主要海港 是约旦 叙利亚 伊拉克和波斯湾国家运送货物的重要港口 作为东西方过境船只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贝鲁特港每年接收进入黎巴嫩大约70%的货物 在蔡拉梅看来 这次的爆炸可能会使此前已饱受疫情冲击 和经济动荡的黎巴嫩 雪上加霜 贝鲁特港口是黎巴嫩第一大港口 港口在市中心 在港口周围一带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办公室 然后小餐厅 特别是在周围那一带很多很多的床物公司在这边 基本上是废墟 本来黎巴嫩它受新冠的影响 受汇率的影响 黎巴嫩的经济已经跌到低谷了 然后在这一炸港口周围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所有的那些建筑物多多少少的都受损了 那你说本来经济就不好的这些居民 他们怎么来维修自己的房屋 据贝鲁特省长发布的消息称 爆炸将造成25万到30万人无家可归 目前黎巴嫩政府已决定播出 1000亿黎巴嫩棒的紧急资金 用以应对此次爆炸产生的后续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